有一些微细的念头自己都不能觉察 耶路王里头这些档案是不是真的有呢 靠得住靠不住呢 靠得住 今天我们从这个科学家发明的电脑 我们就能体会到 自动的记录 不需要人去管这些事情 尤其佛告诉我们 社法界一阵庄严 从心向神 这一句话把这个原理跟我们讲清楚 从心向神 凡夫哪有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 圣人 大圣人 没有念头 孔老夫子常常讲 客念作圣 客服 客服念头 没有念头 在佛法讲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佛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分阵 福果 这种人 可念了 六道 六道 六道反复 六道反复 念头的启灭 仁王金 佛数 一坛值 六十刹那 一刹那 九百生命 我们怎么能纠察得出来 粗心 大义 极其粗的念头 我们自己知道 杀到淫妄的念头 妄于脸色的念头 贪嗔痴慢的念头 横粗的 我们知道 微细的 自己不晓得 但是 只要齐心动力 就有记录 这个记录 阿赖耶识当中 它已经变成中子 所以你要问 尹罗王那个 布子 档案布 是什么呢 就是 阿赖耶识里面的 这个仓库里藏的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 隐蔭本 它都出现了 那么 魏仲达 就向阎罗王请教 我那一句 shand 这一章子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力量这么大 阿赖耶识呢 这个过时的时候 他这个功都超超越 由此可知 魏仲达的故 虽然多 不是大故 没有造什么大罪 否则的话 他这一念善 敌不过我 这个阎罗王也告诉他 这一句 是当时皇帝 想动一个功臣 三山是桥 这个功臣 老名上财 这是你的奏哲 劝皇帝 不要新建 这个功臣 这一念呢 纯粹是为老百姓 着想的 是纯善 没有 邀功的念头 也没有说 利益自己的念头 完全是利益众生 吴仲达说 我虽然上书 给皇帝 皇帝并没有答应 他还是做了 阎罗王就讲了 如果皇帝 接受你的建议 那你的功德大了 你今天不会到这来 皇帝没有接纳你的建议 但是你这一念呢 是真心 是善心 所以你这个善 盖过你一生的果物 皇帝派小鬼 把他送回阳间 他又活过来了 实在讲 这也是实现 教导我们 我不能不断 善不能不修 断我修善 从哪里做起呢 从心底 从齐心动念之处 不能有行为 到了口里就说 便能行为 身体就造 那个业可重了 所以我们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造多少业 自己知道吗 世界人总以为自己是好人 总以为自己没过时 看到别人的过时 我常讲啊 看到别人过时 就是自己过时 为什么呢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全落在你阿赖耶诗里面了 这个在佛法讲 愚痴啊 你没有智慧啊 你把别人 所有一切过物 变成自己的过物 这不是愚痴 是什么呢 不说我佛的人 天天干呢 永远没有 直径地在干 学佛的人 也不例外 也天天干 怎么知道呢 你看看 闲谈的时候 都谈是是非 我们就想到 他把所有一切人的 恶意 恶习气 恶行 全都藏在自己 阿赖耶诗里面 这个人 愚痴到极处 古大德常常 教我们 教我们是 好话了 少说一句话 都念一身佛 达德念头死 虚辱发生后 西方确止 里面讲的 就明妙心菩萨说的 何必把别人 那些悟念 悟行 放在自己心上 放在自己口里头 没有必要 我们修什么 修行 修的是什么 自己 晓不晓得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就很难讲了 不知道自己 去修什么 修行 行是行为 修是修正 把我们 凑